追命桃子街 轉型成熟女啦 我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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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我心意 此外 黑熱老大在路上讓你小火肚子 大大聲音 1 2 3 1 1 1 2 3 1 1 2 3 1 1 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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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 1 上課了 歡迎我們的老師 A輪出家大雅 YA 3 2 2 3 1 Pubble Wee 各位 站起來 好 各位好 各位們請坐 請坐 好 各位們想要先問到 妹妹有沒有常看兒童節目啊 有 彤彤是不是最近有在當兒童節目指數啊 對呀 那妳覺得大兒童主持要有什麼樣的條件嗎 要有跟鴨頭一樣的嗓子才行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妳覺得鴨頭是什麼嗓子嗎 聽著嗓子啊 是什麼 有人會常常懷疑鴨頭是假裝聲音的嗎 會一定會啦 可是我覺得 你講話很自然欸 沒有 好像龜大強哥 很多聲音在耳邊 有人會懷疑你是假聲音嗎 對啊 可是都沒有什麼好懷疑的啊 就是 不會去想他們懷疑我什麼 就是做自己 對啊 然後我覺得 當兒童節目的主持人一定要有耐性 而且 心智不可以超過12歲 那妳有沒有這個假件呢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心智很 比妹妹大很多 怎麼說 妳覺得妳比較成熟嗎 妹妹很妙 她是一個很妙的女孩 怎麼說 她不是就是 是比我們大 可是她的心智大概停留在 比小爹小姨生 對啊 妹妹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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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差不多 真的真的差不多 可是妹妹也很適合欸 真的嗎 因為很可愛啊 謝謝 可是妹妹會上AV耶 怎麼下AV 有下AV嗎 沒有啦 怕小孩子會下 會怕怕 如果現在看到妹妹啊 只要唱安安安 小聽到可樂細節 小用大年華 我覺得奇怪 我只要唱安安安 大家都會跟著這樣子 對啊 奇怪 所以呢 兒童節目主持人 必須要有哪樣的條件呢 還有人知道嗎 舉手 同詩 詩怎麼詩 不是喔 好 應該好 我覺得應該就一定要是好人吧 好人 對啊 所以你坐肩飯課就會帶回小孩 坐肩飯課 去主持人出節目 過河啊 還有呢 小薰 要會唱耳歌 還要像我一樣會彈鋼琴 好人 唉唷 超專隱密這招是不是 跟我一樣 你好帥喔 還有 你喜歡小孩嗎 我喜歡 我喜歡跟小孩子玩 你將來想要生幾個小孩 我生 我生 龍鳳胎 我想生龍鳳胎 為什麼講龍鳳 因為生一次就夠啦 然後生滿多的 然後有男又有女 對 等一次OK的 這小孩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你在懷胎十個月 然後到你生的那一刹那 就 哇 我是媽媽了 真的太偉大了 太偉大了 真的太偉大了 真的太偉大了 怎麼知道 我跟小薰 小薰是有生過小孩大 好有的喔 那你影片看太多了 不錯 因為我是護理科的 所以媽媽很偉大 好 還有人嗎 來小薰 要愛孩子 然後還有 就跟剛剛童講的聲音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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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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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是丫头也带你一个蜂巢呢 现在阿兵哥都喜欢学你 那班长说精神达数人 雄上 威武 严重 阿兵哥被你害惨了 我跟你讲 好丫头都蛮可爱 蛮适合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请到真正的 儿童节目的主持人 而且是相当受到小朋友欢迎的 我们欢迎 水蜜桃姐姐还有西瓜哥哥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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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照你 他这个照片好了 这是我跟西瓜姐姐出的故事书 千万不要打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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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心情有点复杂 就是我有点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是李悦还是西瓜哥哥 你复杂我们比你更复杂 真的 他有跟我说他上次有来过 你觉得上次的经验如何 可是 上次的经验喔 呃 还不错 可是我现在比较有经验的是童谭 哦 怎么说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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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啊 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他没有化妆的样子了 真的 啊 啊 貓雄那一集 那童童旁边那个妹妹是谁 Apple 她是我们学妹 她是我们学妹 哇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在学校就看过她了 就看过她了 漂亮漂亮的时候 你就还蛮漂亮 我们班上有男生喜欢她 可是她狠狠地拒绝人家 真的假的 假的 假的 啊 啊 啊 你们是同班吗 你们两个同班 那位同学经过是怎么样 就是 不要讲没有 那个时候你们教室是不是在楼上 对 在旧教室楼上 然后我们班的那个男生同学呢 他就买了一个饼干 然后给他吃 结果呢 他 没有拿就走掉了 然后回到教室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是他 没有 他就拿饼干给他说 学妹给你吃 结果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好可怕 好可怕 那你们都不知道 我不记得 没有昨天他根本没注意 只是还想睡觉 没看到 没注意更糟糕 而且Apple这样算脾气好好的 如果我要欢迎说脾气不好的话 那饼干就 像的 拍翻了 我讲 饼干睡就算了 同学有戴眼睛 眼睛一直干那样 像的 是 好